崛起于加密艺术交易热潮的NFT您熟悉吗 还有AI偶像进军演艺圈目前有多亨 机用商工广设系学子跟上时代潮流 不止深厚基本功 更将学习的触手向外延伸 以突破设计迷思 非同质化代币 人工智慧绘图崛起 及用色大胆的日本服饰会等主题 展现探究后的自我观点 比照谈话节目的模式 将科技资讯 艺术设计与媒体素养 发挥得零零尽致 基于NFT通常是以图像 或是音乐的形式呈现 所以也可以说 这个是作品的价值 中家快评吉隆 善尽社会责任 推出中家学院与学校合作 开放摄影棚 并安排讲师 分享播报技巧 今天来到这边最大的收获 就是练习口说的部分 因为在未来上大学 我们要进行面试 但是今天的话就练习的特别多 并协助金融学子录制谈话节目 展现专业所学 今天的中家新闻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的孩子啊 能够来到尸体的摄影棚 然后过往我们都是在纸面上 在教室上跟大家分享 没想到实际来到 接受了这样的两个小时的震撼教育 我相信对他们回去之后应该会印象深刻 想要坐上台可得下功夫 学生们分组寻找与艺术相关的主题 试着用自己的观点探究 更制作手卡 藉由参访集中学播报 学表达 不只体验目前还要深入幕后 了解节目制播 每个环节环环相扣的重要性 深刻的部分就是在楼上的副控室 我觉得就是像影音后制啊 还有一些效果的安排 这个就是我们在导播台都可以看到的 中佳宽平吉隆 善尽在地媒体的企业责任 对在地学子分享节目制作与摄影 和相关设施 透过体验媒体作业的流程 共同促进媒体试读的工艺教学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